好 非常高興 那麼如我們在本週一開始所預期的 到了週末的時候 它會形成一個日出的型態 而這個日出的型態 有機會讓前天的這個低量 形成一個凹凍量 果然在今天都驗證 那我們非常高興 我們也會把這個分享的過程 都寫在我們的Lighter Golden Money 168裡面 這就是我們的一個群組 那跟著我們一起成長 一起在這個股市當中做一個創業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行情 跟我們在之前所跟各位的推估 那以及盤面上的幾個重點 我們分別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 當大盤第一次出現過前高加收高 就這今天第一天 那我們來看這個位置 這裡是不是出現一個 每天比昨天的低點還要低 這一天比前天低 這天比前天低 這天更低對不對 這裡是第一次出現過高加收高 那有人說這一天反彈 為什麼不追 他們有收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盤中攻高 如果失敗的話 會功敗垂成 那麼今天我們來看到盤中 就非常的重要 關鍵就在今天早上十點半 那來看一下這個壓回的過程當中 一樣四根黑棒 四根黑棒在過程當中 又在前天形成一個凹凍 那這個低量有人解讀退潮 我說他不會是退潮 只要日後出現一個日出 那麼他就有機會形成一個凹凍 因為後面可以補量 下個禮拜長假結束回來 禮拜二禮拜三來補這個量 只要出現一根大量 回到五千億以上 那麼整個凹凍就形成了 就像當天這個凹凍 是不是如果當時跟各位所說 那目前的這個節奏維持在一樣的節奏 就是禮拜一跟禮拜二佈局 禮拜四到禮拜五會拉抬 這個節奏還是沒有變 禮拜一跟禮拜二在佈局 禮拜四跟禮拜五會拉抬 你千萬不要等到禮拜五 禮拜四漲人在那邊亂追 好不好 好那這裡如果一旦形成一個凹凍呢 這裡就是一個新的波段的起工 那麼第一根日出出來 當然大家非常的期待 希望在周 K線的格局當中 下影線收得越長越好 再來我們要討論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盤中的結構問題 大家都知道今天早上一大早 聯電臺積電先拉 那聯電先拉這一段有沒有 對吧 臺積電因為他公布鼓勵 所以他早上就拉這一段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如果我們從TIC圖上來看的話 也就是在我們的江波圖上來看這個說明 你會發現到很明顯的 早上這一段拉臺是失敗的 有沒有 是不是失敗的 因為早上沒有過高 這個高點 如果你從這個大盤的格局去看的話 我們這邊也要借用一下電腦 你可以看到早上拉到左高附近而已 他最後尾盤這一段 再把它推上去 有沒有 有沒有 這裡尾盤這一段 這裡用字卡 尾盤這裡 再把它推上去 有沒有 因為這一度一度公高失敗要掉下來 假設他公高失敗掉下來 就像這一天一樣 那隔天要再測一隻腳才上去 這就是公高失敗 當天流上影線 今天早上差一點點 流上影線 差一點點 就流上影線 但是尾盤 他把他補救回來了 對不對 那早上漲什麼我們都知道 晶圓雙雄 然後五月營收概念好的IC設計 跟我們昨天跟我講五月營收 那當然如果在OTC上的話 還有所謂的矽晶圓 加上這個生計股 那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講生計股 我們這邊就不多說 這裡拉下來幾乎要流上影線 為什麼這邊又扭轉上來呢 這個關鍵就在於中鋼有沒有 然後還有加上幾檔股票 我們用電腦來看 萬海有沒有 他們的低點是不是都在這邊 十點半有沒有 長龍殺下來 這些股票是盤中都殺下來 最後碗盤收腳上去 有沒有 中鋼殺到這個最低點 然後收上去嘛 那這裡說明一件什麼事情 就是說台灣其實要團結 你看團結就成功了 因為今天早上一大早 那個電子股在漲的時候 有很多的分析師 都是採用一種 就像我昨天講的 就是嬉笑怒罵的立場 在解這個盤 那大部分只講電子股的老師 都希望生計股 航運股 鋼鐵股 早點死掉最好 就希望人家死掉 然後錢回到這個電子股當中 但今天的盤是證明了 如果錢純粹只是在存量的過程當中 做移轉 拉不上去 這就是最好的證明 早盤拉不上去 尾盤為什麼成功 尾盤是原物料收腳 航運收腳 加上電子股強攻才成功了 所以臺灣要團結 結論就是一句話 臺灣要團結 你特別要去小心那種喜歡挑撥離間的分析師 喜歡把傳產股跟電子股分開的那種投股老師 你要小心他 那種人就是在挑撥臺灣 臺灣一定要團結 聽好 臺灣要團結 指數才會漲 好 當然我振華是比較大氣 像我這種人不多 不過我希望我能夠形成一股清流 能夠賺錢的地方都可以賺 不要每次都希望自己賺錢的條件 是設定在別人賠錢身上 那我昨天跟各位講過嘛 對不對 大氣一點 不要整天在罵說 什麼股票要嘎空 對不對 你空單賺點錢 他空在漲停板 跌下來 他回補了你低階 隔天再創新高 兩個人都可以賺不是很好 是這樣講沒錯吧 那今天也證明了一件事 就是為什麼尾盤這裡會收上去 很明確 因為原物料跟著電子一起漲 只有大家手牽手 指數才有兩萬點 我告訴你再講一次 只有大家手牽手 一起賺錢 臺灣才會越來越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邏輯 首先在下跌的過程當中 因為今天有幾個關鍵要看 第一個就是說 長榮他們的確是沒有在攻 沒有錯 可是如果說在這裡 你要變成一個頭掉下來 也就是說 這條十字均線 你要確認他失守的話 其實比較簡單的方式 我簡單說 你用周線去看一個日落 對不對 那你周線看一個日落的話 這個禮拜比較難嘛 因為上個禮拜的K棒低點在這裡 離很遠 所以說你現在日線殺不到他 盤中是有人一看到電子轉強 就立刻去殺長榮 那如果說你成本是在七十五的 當然無所謂 你獲利了結很正常嘛 可是如果說你是前天追在一百二的 你今天去砍在一百一 這一刀下去也是很痛 股票不要這樣做 沒有意思 你這邊已經追高了 對不對 假設說你要買十張 你當時只買了兩張 那沒話說 假設說你手上資金就只有兩百萬 你在這邊買十張 你這砍下去 你說你怎麼辦 股票不能夠這樣做 所以我跟你講 股票不能這樣做 你還不如我在當時 等到他做一個周線的拉回 那我們來看周線拉回 那周線拉回 我們看到這個禮拜 你要失守這個上個禮拜 低點比較相對困難 只剩下明天一天了 那麼下個禮拜要去失守 這一根機會就比較大嘛 對不對 下個禮拜 因為下個禮拜確定 一根黑棒下來失守這裡 他卻會形成一個日落 在沒有出現這樣訊號之前 其實沒有真正轉弱 他其實只是高檔橫盤而已 坦白說還蠻強的 因為這一根是亮縮的 這根如果不是這樣亮縮 那我們就不是這樣講 他是亮縮的 亮縮表示什麼你知道嗎 空方主控的時間是不太亮的 那表示說空方主控的時間 是因為大部隊不在 你才能夠囂張一下 我翻成白話文是這樣講 但另外一種情形 你就要注意 比方說我們來看友達 這個就不一樣了 友達跟中鋼類似 友達他的這個拉回 他是周線級別當中的日落 所以明天要反攻 那那個誰 今天為什麼中鋼要收腳 他就是怕這個周線級別 收到這根黑棒的下面 他就變成一個ABC了 那你整理的時間就要再多至少兩個禮拜 所以他今天才嘗試著去做這個反抗 但這個反抗是沒有成功的 因為他沒有帶一個出頭 你要出頭的話一定是一根收高加過高 比方說明天禮拜五對不對 你收一個過高加收高 收在這個地方 他至少是一個日線的出頭 好那我們就開始來跟各位講 這個些節奏會運用在什麼地方 運用在你資金的調配上 如果你現在這個階段要做什麼股票 因為我們實戰創業班是這樣子 我們不是來唱高調的 你如果說是像一般這個財經網紅 教你的那種方法 挑幾次台灣最好的股票 買在那邊做訂存 做存股 那其實你也不用再加創業 坦白說你這樣創業 也是沒有在尊重你自己的職業 你如果真的把這個當成一個職業 才看的話 你現在賺那個價差嘛 對不對 你如果開店做生意的話 你一天沒開張 你怎麼怎麼受得了 跟我們做股票一樣 如果你真的是把它當成一個事業 好好在評估 你這個禮拜要想辦法開張嘛 你要成交啊 你要有進帳嘛 對不對 你不是說挑個好的公司 比方說你挑個什麼台積電國具 放在那邊動都不動 等個半年 然後長一點 你說你這叫創業 這算什麼創業 這叫 稱之為副業 我相信 如果說你有一個很好的職業 對不對 每個月丟一點錢 這樣OK 但如果說你真的是拿三百萬創業 想要有一個兩千萬的夢 想要有一個五千萬的夢 那你當然是要必須做到當下的主流 當下的主流很簡單 誰創新高漲停板 就是這樣 你要有賺到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族群當中最強的應該中飛航 主要是因為他晚漲了 他漲得比較晚 他這一段漲幅不大 所以他現在在這邊 中繼整理很簡單 就拉一個新高 他他不像航運三雄漲那麼大 所以他有這個優勢在 再來我們來看到五月營收的部分 那部長說了開放居家快篩 所以昨天我們跟各位講告 保齡就拉第一根 那今天順勢再創新高 沒錯吧 對吧 今天順勢再創新高 這就是第一個 然後大家現在期待你六月營收會不會好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說股市是盤旋而上 只要有帶大量 隔天都是整理 但不管什麼說 他是一個創新高格局 我們昨天跟各位講 邏輯也是對的 泰伯今天有上去嘛 最強是臺康生 因為他有四個題材 他既然有代工 又有測試 再加上他自己本身有新藥研發 這個比較重要 因為接下來權力金 什麼時候會進帳 那其實大家都在看 因為他從當時新藥這個解盲以後 你看這個價格始終維持在 當時那個價位之上 沒有掉下來過 所以這個變成一個 我們說換手在工的味道 未來生氣股 還是要看這檔股票為主 好那這個現在進入重點 現階段當然最好操作 一定就是在IC設計上 因為IC設計上面 創歷史新高的營收的股票很多 最主要是這些股票 經過了四月份的 那個事件之後 很多股票打到季線附近 所以剛剛從季線開始起漲 那這個當然就是各位做到價差的機會 首先我們來看點序 那這張股票 我們是公開電視講 所以當時三張季線的時候 也跟各位說 那個地方是一百一十五塊錢 在禮拜三的時候 盤中供到漲停板 然後禮拜四的時候 當然今天還有高點 不過今天高漲震盪了 那震盪無所謂 今天我們要講一個操作的訣竅 最好你的買單是在季線的附近 最好是在季線的附近 因為現在的行情漲到第三根 一定都會震盪 尤其是越名門正派的股票 越會震盪 聽好越是名門正派的股票 越是大家都認同的股票 它越會震盪 因為你講的這種股票 大家手中都有票 都有貨 每個人手上都有個幾張 對吧 但是你要拉出那種連續漲停的 或者是說兩根漲停以後才震盪的 那你就必須考量到第一個是什麼 別人沒想到 第二個就是說什麼 看法是分歧的 就有的人是不認同的 那種股票才會飆 妖魔鬼怪 這個我要跟各位講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今天的新聞 MCU夏季再傳掌聲 盛群說要 當然這個連線集團還是我們說集團股當中 最近最活潑的 那今天我們來看到創新高勞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包括哪些三一二二升權 這個很有意思 他帶一根大量對不對 升權這檔股票 他每次要開始上工的時候 都要帶一根一萬張的大量 要帶出這種大量 做出換手 這一根大量K棒要被吞噬 就會有波段 同樣他這個訊號就出來了 一萬張大量對不對 所以他站到這個平臺上方 新的新的結構就開始 很多股票會開始出現這種現象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洪康來MCU微控制器 那我們看到今天也嘗試 沾回季線上方 那這些是上揚的 所以這個是雙底型態 那很多股票都是今年很強的股票 然後經過一個拉回 讓你有機會再做進場 那居家創業班 我們來看一下最近的幾個動作 好 首先第一個 我們看到這次的九一APP 果然預告漲停就漲停 那今天我們又一檔新的股票 在這個地方重新的站上季線上方 我們看到同時在季線上方打了一個雙底 非常的漂亮 那類似這種形態的股票 當然今天越來越多 我們說居家創業班的邏輯很簡單 要買在主流上 要買在主流上 那麼如果你要每次都做到主流的話 有一個先決條件是你自己本身 對於股市整體盤市的涉獵 不要有太多的無謂的堅持 或者是框架的想法嘛 對不對 有的時候盤市這個在當主流 這個在當主流 你就把握 那現在盤面剛剛好又輪到電子這邊來 我覺得是非常適合各位 所以居家創業班從今天開始用股市發跡 錯過我們的第一檔跟第二檔 其實剛剛有一檔股票正要發動 我認為明天就是一個最好的時機 因為你不要等到長假以後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想等到長假以後 就像我說的 等到長假以後再來進場 那一定又是震盪 我們先進一種廣告稍微再回來 很多人都很羨慕 就是說能夠抓到像金像光這樣的股票 那其實我們抓到金像光這樣的股票 很多人就認為想要如法炮製 舉例來講 比方說我們在季縣這個地方 做了一個進場 股票就漲上來 那有的人他如法炮製 他在漲停板的隔天去追 結果股票就掉下來 你說為什麼 很大一個原因是因為籌碼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追一個 大家都非常認同的股票 那其實大家的持股都在裡面 一旦他創新高了 自然有人獲利了解 如果你今天去找一個獨門的 或者是說大家還沒有想到的 或者是說大家對於這件事情 看法比較分歧 有的人相信 有的人不相信 那種情況之下 才有可能拉出像金像光 這麼強的走勢 為什麼呢 因為漲的過程當中 不認同的人手上沒有股票 直到漲到連不認同的人都進來買 才會出現開始震盪 你剛剛講的那種情形 比方說像今天的聯陽 或像今天的通家嘛 因為你是大名鼎鼎的 那你通家根本不用講 直接綁著台積電對不對 那今天台積電在供的時候 很多人反而就是說趁這個時間點 先出一趟給一般的投資人嘛 所以股票市場上的反市場心理 一般的投資人他很難去理解 這東西有一個很微妙的空間在 如果說你每次過高都出一趟的話 那對不起你也不會有金像光 因為你報不到最後 你更別說你有點序 報到第三根漲停了對吧 更多的是今天才去堆點序 那糟糕了 留一根上領線七趴 看你怎麼辦 所以操作有很多 我們講說這個是 不能夠量化的一個東西 就好比說我跟各位講 越名門正派的股票 他反而越會容易洗泥 那到底怎麼樣才叫名門正派呢 這八大這幾個大集團裡面 所有的股票都算嗎 也不見得 他旗下公司裡面 會有一檔檔最邀的 你不覺得嗎 但你就是可以感覺到 集團這一次特別照顧這一檔 你明明下面有三家都是IC設計 就是一檔先過新高 量又不大 很奇怪 我跟你講那就是最強的 就跟媽媽在寵小孩一樣 你不是在那個原生家庭 對不對 你看這個媽媽帶著三個小孩出來 你跟他旁邊看 帶他們出去吃飯繞一圈 你就知道媽媽最寵的是誰 你就是看得出來啦 股票是一樣的一樣的概念 你就看得出來 像我們這種道行的一看就知道 在照顧誰 那我們講這個股票現在現象 比方說我們看聯氧 這個創新高以後我們看到昨天消息是好的嘛 吳雲營收那麼好 當然是好的 那今天就開始震盪 那昨天量大 今天震盪合理嗎 其實算強的你知道嗎 盤中甩一下 圍牌還是收到十字線上方 這個後面還有還有機會 因為正常來講創新高之後的抵抗很正常 上面買是最好的 因為你追漲停很容易隔天會黑掉 對吧 第二個邏輯就是什麼呢 把握第一根進場 那我覺得最好的當然就直接抓什麼 獨門密集 別人都沒想到的嘛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比方說像通家你看 對吧 臺電集團 今天臺電正要上工 這不是準備要創新高嗎 昨天去買紅棒的 今天全部殺出來 殺多深 可是你仔細看 看什麼 如果你今天是在季線買七十二點五的 你到今天沒賠錢 賠的是誰 賠的是昨天去鎖漲停的 今天賠死了 可不可怕 所以強勢股操作 它是有邏輯的 就是我要告訴各位說 在集團股當中 你要找什麼樣的集團 它標股最多 對不對 在這個地方 民門正派有的時候 對你來講 不是一個好的幫助 那大陸民門正派有 民門正派的方法 就是說你不要紅棒去追 你就知道法人 他們都一板一眼 隔天一定會賣出來的 有自營商對不對 很簡單 人家殺的時候 你在低階 好這個我們就不多講 先跟各位講 就是說 我跟各位強調一個重點 並不是所有創新高的股票 都能夠追 你很容易追到隔天一根黑棒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聯電集團 又是一個雙底 申科五二七二有沒有 色瓶說話晶片 今天非常漂亮 這量又沒有放太大 剛剛打一個雙底 水瓦西設計的股票當然很多 這是友達 友達剛剛講過了 注意一下就是說 明天要做一個反攻 因為日線級別當中殺兩段 你當來講明天做一個反攻 把周線化解 要不然你周線收這樣很麻煩 你周線收這樣子的話 就變成是ABC了 對不對 你這個就變成 你要再確認一次 空頭的低點在哪裡 要不然你沒辦法確認哪裡 周級別當中做日落的話 因為本周的高點有沒有過上週的高點 這就是周日落 周日落就算你在這邊要立刻化解 你至少後面還要打一個十次兩個禮拜 再一個日出 十天到十五天跑不掉 所以明天很關鍵 明天這裡要做一個 至少是日線級別的反攻 否則畫面板要整理很久了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又是一個IC設計 對吧 所以IC設計最多 尤其IC設計打的是右腳 講到IC設計 我講一檔股票 我們先來看立望 也是一樣在立金集團當中 那這個集團不用講 這個強股超級多 對不對 艾普 立望 然後那我們來講 IPC制裁這個東西 這個很多集團都有 不過我們看他已經拉到一千多 快一千多了 很強嘛 對不對 那昨天過高以後 是出現一個震盪抵抗 有一家公司做的東西跟他差不多 而且今年七月有爆發性的 我認為他今年七月 有一個很重要題材 我們先來看一下現行 在右下角 這一檔 這家公司掛牌 他四年以來沒有真正大漲過 沒有 真的四年來沒有真正大漲過 他真正起漲的那一段 就是今年的三月出現過一次 正當要起來的時候 遇到國內那個事件 把他打到右邊來 所以你這個地方 剛好是在當時的起漲區 我們我們拭目以待 因為 因為我認為他七月有一個很大題材 因為營收的東西 我們講IPC制裁這個 他其實這個毛利也很好抓 你知道嗎 就是你看他那個營收 你大概就知道他一筆也算出來多少錢 對 他成本變動不大 今年有機會出現一個爆發力 再來我們來看到那個有生技股 合一還有那個有一檔 那個益達 他們都說這個有藥 這個解藥的部分 再來就是太陽能 我想重點 明天我股票選好了 第一波沒有做到一批批的 那第一波沒有做到其他的股票的 來播電話進來 明天我直接帶你進場 買股票來過端午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 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更多小朋友 中文章